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Pokemon GO之後 由任天堂開發的Super Mario Run 今日正式登陸iOS平台 下載之後可以免費玩三個關卡 想玩足版就要付10元美金 Super Mario Run推出不夠一天 已經登上全球62個國家 下載排名最高的應用程式 不過任天堂今早就股價插水 一度錯近半成 蒸發了超過150億元的市值 事實上任天堂在9月發佈 這個遊戲一陣已經偷步炒上 趁好消息出貨也都正常 Pokemon GO今年推出的陣也盛極一時 但不同的是Pokemon GO 是任天堂和另外一間遊戲開發商 共同開發 任天堂可以分到的利益 估計只有一成 不過馬里奧就由任天堂全資開發 初步看它的遊戲成果是 不是在VRAR領域 即是有任天堂 一定會在Apple和任天堂 何佩雄指除了付費版本的三成收入 要歸蘋果公司之外 其餘七成收入 都由任天堂自己帶落袋 那到底馬里奧的吸金力有多強呢 Pokemon GO推出之後 首月錄得2億美元的收入 分析就估計 Super Mario 1推出之後 首個月 只有7100萬美元的收入 有市場人士就估計 Super Mario 1 照明年3月的下載量 可以超過5億 不過當中 只有一成的玩家會給錢玩足本版 那近年 職業推廣手遊業務的騰訊 又可不可以靠手遊食戶呢 根據數據顯示 單計10月份 騰訊的全球手遊收入補助 已經由最大的對手網易取得 騰訊排名滑落到第三 不過要留意的是 騰訊正在收購的 芬蘭遊戲開發商Super Sell 排名第二 屬於騰訊系的策略夥伴 Activision也都排名第五 即是說 騰訊在全球 也都囊括了不少的手遊收入 不過 即使Super Sell賺錢 對騰訊的影響也都較為間接 就是 Super Sell好像持有50% 但是他就說自己沒有那個Bot-seek的 是Bot層面沒有控制權 因此他不是並表的 即是他不是consolidation並表的方法 我們同事看過 應該是用投資方法 變成他要派息才會延遭到陳順 好的